为了增进部落青年以及族人 能更广泛的使用排湾族语 语推人员马雷兹老师 决定使用戏剧的手法 搭配着部落的神话故事 与全族语的方式 带领部落的青年朋友 一起来演出出 失传已久的记忆神话 那戏剧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没有分初级 中级 优级 这个部分 它已经很自然的语言 你该表达什么就表达什么 那这个过程是不是 我们的语言很自然的在形式 去重现这样的一个仪式 或者这样一个文化 好 那戏剧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载体 就是说我们透过戏剧的 编剧 演出 透过这样的一个形式 好让原来的文化能够可以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